公是第一,色是第二 有没有机会,金丝掉葫芦啊 这里有颜色,然后这里一大块血 我们切下去的时候,看着它这里是 这点颜色是绕过了,这里还有 所以这里要怎么办,它这里有一条链 看它链可能是这种生长法 这个链这样子,就这样看 这个链是直直,成三角形 这样把它拿下来,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先追链,再追射 什么叫追链,从这里 我们的色套没有到那边去嘛 这样子先把它砍掉,砍完再追射 砍这两刀下去呢 第一刀,看这个裂裂到哪里去 第二刀,看这个裂有没有裂下来 正常来说,这里是不会裂下来 但是这里没有颜色,没有关系,先砍掉 至于做什么,先砍完再说吧 为什么呢,还要看这个色,到时候怎么样 所以就需要把这些砍掉 砍完之后追追,然后再来确定题材 这个颜色,它的这个颜色本来是 就从这里斜过来的嘛 然后我们越挖的人,颜色越多 这样吧,我想问你 你是上常做动物类,还是上常做植物类 我是什么都有做 那就全材的,全材的 那这样吧,你又要做雕虫小节 不一定动物只做一只 做几只有互动的就可以了 我不怕伤材料 射出来跟工艺出来就可以 就是颜色,你能够把它给做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些该杀,该挖掉挖掉的 就不管它那么多了 对,因为其它是乌鸡的嘛 那就多做几只鸟,或者是其它动物啊 我只要绿色跟工艺 它不一定要做鸟啊 我知道了 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有互动性的 比如说青蛙 有这种动态,那种动态 或者是昆虫 有一些色,你也凸显成工艺 把色该打掉,你也给我打掉 我只要工 工是第一,色是第二 就 punk了 是不是 am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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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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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